人工的 日子过得很快 2月15 第一个关心旦就快到了 2月19 哇 所以你看最近的气候 真的是 不由得我们 去理解的 小虫的叫声 好像耳鸣声这样 真的是 好 那我们来看看 Jasmine有路上来吗 Jasmine Hello 好 我们就看看师父今天的开始 内观万法皆为幻 幻想的幻 时观献明子我相 体性转为般若兴 明处一切皆为空 法乃如是属相生 从有入无 灯明信 这个在讲心经 甚至在讲我们大悲咒里面的一个 祈求观世音菩萨 验给我们 种种的一切法 验给我们智慧眼 让我们能够度一切众 整治能够登涅槃山 伯也传 这里面的说法就不离于我们常常提醒的万法皆为空 常常我最近常跟大家在不管在讲课或者禅修上的 都要大家内观内观内观 内观就是 常常 观察 观察 节知 我们的 这个 起心动念 节知 之后 我们就 觉醒 觉醒之后 我们就这个东西呢 是正的 是不正的 是对的 错的 就是觉醒了 从觉醒之中我们就觉悟了 所以这个关联性的词语 和关联性的 修持是非常之重要的 这里呢 师父所说的 内观呢 其实叫做真实的去看待 所以他这个解释有一个很特别的含义啦 内观万法皆为患 真实的去看待 所以我在看写了这个字的时候 我突然想 内观就是观察我们的 内在的起心动念 哪里把它改成真实的去看待我们内心的起心动念 那该 这么好的一个 更贴切 更明了的 一个用词 所以师父说我们每一次啦 要用我们真实的心去看待一切有为万法 就是不管是 任何能够 讲出明智的 东西 可以用眼睛看到的 称之为处的 因缘合合的 一个 这个法呢 都是 有为法 所以这个因缘合合的有为法呢 其实呢他是 切实呢 是千变万化的 神医生就说一切 我们用真实的心去看待一切外在的事物 或者我们内在的起心动念也是一个法 他都是一种 确实是一种万化变迁的 没有停顿的一直在幻化 一直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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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的 这个思维和下一刻下一秒的思维 在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的起心动念 也就是这个 都是 不停息的 都是幻化 无穷的 所以我们从来呢 没有用真实的心 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实相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呢如果 实观 现明 直我像 我们众生啊如果我们能够 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 看待所有的实相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堕入无明了 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堕入在无明颠倒梦想 重重的 这个无知无明的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实的去看待一切法 那堕入了无明之后 我们就 自我之中了不止无明啊 我们还在执作有的存在 直我之中意思 什么东西都有 这个直我不是执着以我的意思是执着每一样东西 实在的存在的 直我之中 所以我们永远都是在这样的一个颠倒之中啊 起心转为菩提心啊 明处一切皆为空 意思说 如果 师父说 我们能够以观其本性 观其本性就是不要 质疑这个外相 而能够深入 去明白每一个实相的真实性的话呢 你的智慧呀 你才能够把一切转回 剥叶之性 如果有一天啊 你不能达到这一点的话 你不能把一切真实 的法转回一个实相 无我的法的话呢 你永远不能够说 你已经得到剥叶之性了 所以你看 要得剥叶有多难啊 我们常说智慧平台剥叶之道 知道就是我们说剥叶星啊 如果你没有办法透彻这一点点的话呢 你是永远没有办法转为剥叶之性啊 没有办法的 如果你能的话 你自然而然 对外境啊 对外缘啊对外面所发生的任何一个法都好呢 你是清清楚楚的 明明白白的 知道其中的因缘所造 你就知道 这个间中有因缘的存在 有幻化无常的存在 所以很自然的 你可以达到 慧命之提升 所以你看 师父所说的是剥叶和慧命的一个 病提之处 如果你的法身慧命 要提升 你一定要有剥叶之性 没有剥叶之性 你的法身慧命呢 是没有办法说 你可以提升的 你还是在那个来气 这个六道之中啊 轮回不停息之中啊 因为我们 我们真的 不能透彻 一个真实相 所以呢 如果我们能的话 我们可以达到 我们的慧命的提升 并且啊 一切 实为不实 皆为空性也 什么叫做一切实为不实 意思说一切你看到的实在的 他确实是 不实在的 但是我们就是很奇怪 我们凡夫的心看待事情 就 一直死有 一直抓住有有有 所以实在的存在 结果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达到 波也之性 如果能够的话呢 法乃如是属相身 从有入伍 灯明性 师父说啊如果我们能够通 通达一切 属相 飞相 你看他 这个深入的解释 就是如果你能够看到一切这个相 其实他是无相的话呢 你就自入明心见心了 你就可以说你的心 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了 那我们不能够像说明心见性深入的说 已经达到佛的智慧 波也之身 意思说登了佛道 我们不能够怎么说 以师父所说 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我们以相非相 以有非有 以有相 而修入无相的话呢 我跟你说呢 你的心 你的相 你的什么的一切相为心所生 你就明白原来是我的心分别出来的 比个例子说 这个相就是说这个杯 这个杯 有些人会喜欢 有些人不会喜欢 因为他的造型 你喜欢他的造型你就喜欢他 你喜欢这个颜色你就喜欢他 你不喜欢这样的造型你觉得他特别高 或者这个颜色我不喜欢你就不喜欢 但是这个这个本身都立立 树立在那边他都没有叫你喜欢 也没有叫你不喜欢他 就是你的心去分别他 你就是我喜欢我不喜欢 所以一切像本身根本就是没像的 是我们把这个 所谓的喜欢不喜欢 套在 这个东西的身上 所以你如果能够通达一切法皆如是的话呢 就能够 自然 你就会慢慢的从生活之中 一切相为心所生 全部你去着他 你的心去着这个东西 好和坏你去分他 他没有说你是好是坏 他这个东西就在那边你就把它 设计之后你分别他好和坏美和不美 是你的心有所分 如果你能够的话呢 你就可以从有向羞辱无向了 如果你达不到这一点 你不理解这个原来是我的心所造的话呢 我跟你说你永远就停顿到 凡夫的 这个凡人的一个境界 你只停顿在你的聪明而不停顿 而不能提升到你的智慧 所以要明心见性 真的不容易啊 达到了明心见性 之后呢 安逸 一切 实相 你对一切法 一切真实你眼色眼看得到的东西 你都安逸的去接受 不管他怎么样在你的面前显现 你都 安稳的 自在的去看待 如果你能够自在安逸的去看待 你的智慧就出来的 你的智慧出来你心的喜悦 自在所谓的 法喜充满就存在的 但是我们人没有的外向 常常 因为我们的 这个心事 常常被这个外向所抓 谁一点点看不顺一点起心动念 一点的动作 你们的心就开始乱了 真的是 真的很苦 人生就是怎么样 所以从这么 深入浅出的 一个解释 让我们明了的话呢 师父所说的我最喜欢那一句 内观就是真实去看待 这句话 是 内观就是真实看看自己 那么这里当然讲的不是 内观 怎么就内观我们自己本身的种种的法 你的法贪嗔之我慢 也是一个法来的 你讲的时候贪嗔之他就是一个法 所以内观一切 皆为患 他也是一个幻化 贪嗔之我慢 我们的三读 我们的这个体心动念 我们所要想的 我们所要的东西 都是一个幻化的 他不可能永远存在的 如果你懂得有这个 我们的五魔 我们的魔性在里面 他也不存在的 如果你懂的话你就去好好的修 到有一天 他自然就没有 当你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他本来就是没有的嘛 对不对 你把他自我 把他生出来的 就包括你的五 这个我们所谓的 贪嗔之我慢移 我们说他这五个魔 我们说三读我们就把他成为五个魔 这些其实也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把他创造出来了 其实哪里有贪嗔之我慢移的 没有是自己 创造出来的 一切为心所造 所以深入的去思维的话 在修学上 确实 每一天都有所 这个提升 和 对你们有所好处 好 所以 听得懂也好 听不懂也好 总是 自己去 领悟吧 好 我们该讲的就讲得出来 该说的 就说了 该安排的 都安排了 所以今天的人数慢慢的增加 我 没有 没有说100% 你们要回来但是 如果能够想回来的话 是没问题的 如果怕 身体不妥 你自己不妥 你就不要来或者怕 被感染不妥那也不要来 因为正念很重要 正念很重要 我在讲你正念起来 你没有事 一直往那些不好的东西想 你肯定不好的 所以往好的想就好 那我们很快的今天 就是 2月15了 2月19呢 是观音单 我们照样的早上10点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上工 不是上工那个浦门坪 然后 点个灯 先点灯10点我们起个灯 然后要点灯的我们这 点灯